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星期的梅菜蒸肉餅之后 今天就是要示范另外一个住家菜的极品 就是番茄炒蛋 你不要以为番茄炒蛋很容易做 其实要做得好吃 和做到卖相漂亮 都有些技巧 材料就是番茄和蛋 番茄炒蛋我自己就有些执着 因为很多人就会随便把番茄切掉 放入锅中炒 然后把蛋倒进去 炒一匹就用番茄炒蛋 但是呢 因为番茄炒蛋好吃起来 我觉得是可以很好吃的 所以就必须要令到它威力一点 我做番茄炒蛋 第一步呢 我会将番茄去皮 如何将番茄去皮呢 先去定 去定的方法很简单 拔掉它 然后按着头 用刀子转一个圈 中间的硬的芯就会切出来 你需要它也可以的 但是 其实那个芯的定的位置 其实就会 硬的 我觉得就不太好吃了 好啊 跟着呢 我们就在锯的屁股那里 割一个十字 就扔下去的滚水那里 锯它一分钟 你会见到那些番茄的皮呢 它会开始销起 销出来的时候就代表得了 那你旁边就预备定一盘冻水 锯一锯这些番茄呢 就可以把它放进冻水里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要锯熟些番茄的 其实只不过锯一锯它的皮 令到它浸回到冻水里的时候 它一收缩 跟着它的皮 哈哈 排 跟着皮呢 就可以 咦 这样撕了出来的了 非常之简单 这番茄去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开了 当然啦 如果你要吃得再焦细一点 你就可以连核也去掉了 但我自己就觉得没什么需要的 如果你真的要去核的话 那个方法呢 就将它切成了这个四分一 然后呢 就把它挖住把刀这样 这样 就将这一块这样切了 那这些核就不要了 但是我又觉得OK的 这些核其实是可以吃的 所以就不用太浪费了 好啊 那在锅里面呢 就加些油啦 然后我们呢 就将那些番茄切了它 去皮和不去皮的番茄 你不要以为真的差不多 其实是差很远的 你吃下去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整个番茄蛋呢 你会发觉整个番茄蛋呢 滑很多的 切完番茄 我会将 一部分的番茄 留起 然后将大部分的番茄 就放下去 用慢火煮它 用慢火煮它 然后呢 我们就加一点点水 还有砂糖 还有白醋 因为糖也不少 好吗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边呢 一边压 因为我想将这些番茄呢 全部煮烂了它 接着就是番茄蛋的另外一个 主角蛋了 那 其实炒蛋呢 你想它炒得 它好像街的炒蛋 那么香 那么滑呢 就只有一个原因 还有只有一个秘技 就是加多些油 首先将它打下去 用打蛋器 把它打匀 就下油了 真的不少的 可能是下到 5汤匙的油 再加 我们这个 煮鸡蛋的同时呢 也都要留意一下 那个番茄的 因为我们想将这些番茄 完全猪熔了它 好了 炒蛋如何炒得它好呢 其实很简单的 首先呢 这个锅呢 要用一个不黏底的锅 即是易结锅 这个锅呢 这个油呢 也都不可以太少 好啊 下了油下去 令到那些油呢 均匀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倒些蛋下去了 如果你平时倒些蛋下去 蛋一倒下去 立即熟呢 就代表锅已经太热了 好 那我们倒下去 然后用这些 因为这个是不黏底的 那些易结锅 那我们不能够用那些 铁的金属的东西刮它 那这些这样的直胶 的打蛋器呢 就最适合了 那你一直在里面 细细地打开它 一有凝固了成为固体呢 你就要立即把它拨开了 好 看到这边的蕃茄呢 已经是融得七七八八了 那你喜欢的话呢 你可以其实就这样 就把它淋下去了 但是我自己呢 又喜欢有一些 一粒粒的蕃茄在里面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将这个 刚才预留起的蕃茄 现在才放下去 那你就可以吃到 有两种口感的蕃茄了 我们将那些蛋呢 搬到一边 就将那个蕃茄 倒在另外一边那里了 那这个蕃茄炒蛋 就是非一般的蕃茄炒蛋 就完成的了 我们还是要一样好的蕃茄炒蛋 再次换一下蕃茄 带你这个蕃茄炒蛋